基督教信仰是合理的信仰 大家好,我是大鸟 那今天要跟大家来聊一个问题 就是关于启示录 那这个启示录呢 它的主题到底是什么 那有一些人在读启示录的时候 就会把它当作是一本预言的书 认为说启示录就是要告诉我们 在这个世界要末日的时候 到底会发生些什么 到底世界末日是什么时候 所以他们就会倾向于 把这个启示录呢 当作是一本什么 当作是一本好像密码的书那样子 从当中挖掘出这些密码 来发现 耶稣基督什么时候要来 地球什么时候要世界末日 那地上所发生的事情 要怎样子对应 跟这个启示录发生的事情是一样 那真的是这样子吗 其实不然 启示录呢 它一个很重要很核心的主题是什么 其实就是要告诉我们 我们有一位上帝 而这位上帝呢 他是同管历史的这位神 并且上帝要使历史 在耶稣基督里面得以完榜 所以这卷书它的核心 是有关于耶稣基督跟神的意向 神展现出他作为宇宙的统治者 作为宇宙的审判官的威严 他的权柄 还有他的公义 那这一些核心的意向 预表这个历史 他将会在上帝的荣耀 充满忘游的时候 会达到完榜 所以我们就会从 这本书当中 我们看到这一点 那在这个使徒约翰 他领受了这个基督 还有他的天使 收到的这一连串的意向 这些意向的目的是什么 就是为了要让我们看到 这位神的完全还有威严 看到属灵征战的本质 看到上帝他要对邪恶进行的审判 还有最终这个征战的结果 征战的结果是什么 上帝跟他的军队获得胜利 赢得胜利 但是他的军队呢 会受到撒旦这条大红龙的 王强的抵抗 那这个撒旦 我们之前也是跟大家讲过 这个大红龙 他是那一个迷惑普天下的 撒旦他有两个随从 一个就是兽 一个就是假先知 这三个呢 就形成了一个冒牌的三位一体 之前也跟大家聊过 这个兽 他代表的是邪恶的权力 还有国家的逼迫和威胁 他为的就是要压制真实的见证人 并且强迫人都要去敬拜他 而假先知就是兽的帮手还有宣传者 巴比伦他代表什么 巴比伦代表世界的大臣 还有拜偶像行营的人所恋慕的一切 他威胁他引诱圣徒行灵性上的这种奸淫 在对抗这些威胁的时候 圣徒他就必须要持守他们的见证 甚至为此殉道 而且必须要保持自己属灵的纯洁 而最后在新天新地中 他们的见证 他的最终应验 就是上帝的真理 要光照全城 而他们的纯洁 他们的纯洁最终的应验呢 就是在成为这个 羔羊完美无瑕的这位新妇 所以我们就要从这一整卷书里面当中 我们来找出有几个重要贯穿着 启示录群书的这样子的主题 我们之前就有谈过了 关于这个撒旦的繁茂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来从今天的分享当中 我们要看九点 九个重要的主题 第一个是什么 第一个当然就是神 神是一个重要的主题 启示录他首先是以神为中心的 神他掌管历史的走向 神他保护他的百姓 神他惩罚那些悖逆的人 神的计划将会在新天新地里面 实现出来 所以第一个主题是神 第二个主题 你常常会在这个 启示录当中看到的是什么呢 就是敬拜 在启示录当中 我们看到 上帝的受造物 对神最合适的回应 就是敬拜 整本书都有很多这种敬拜的场景 一章十二到二十节 四章一到五 四章一节到五章十四节 等等等等 他透过他向我们指示 显示出这位神是谁 还有他的作为是何等的奇妙 启示录他告诉我们是什么 告诉我们 我们要以敬畏 以颂赞 以信心 以顺服来回应这位神 因此呢 整本启示录都是在促使 我们人 要向神发出这个真实的敬拜 第三个主题 第三个主题 就是高扬 上帝的高扬 在实现上帝的计划当中 他扮演了相当关键的角色 耶稣基督 他以高扬的形式 出现在我们面前 他借以代表 他被献为祭的死 神 他跟神有相同的名字 他是Alpha 是Omega 是首先的是末后的 而且还提到什么 提到高扬的宝座 提到高扬的属性 提到高扬所受的敬拜 这些东西都显明了 高扬的神性 只有通过这个高扬 透过他 借着他的死 借着他的复活 神对历史的计划 才得以展开 这个高扬传达上帝 在历史当中的审判 下一点我们可以看到的 就是异象 异象是这本书的第四个主题 你可以看到圣经当中 有很多这些异象 启示录当中有伪众多 上帝以异象的形式 来揭露了他的计划 有时候呢 是伴随着声响 还有话语的这种信息的 象征性的人物还有场景 指出了上帝的计划 跟历史的关系是什么 这种象征性的传达形式 对许多现今的读者来讲 好像很陌生 好像我们在看着什么 瘦啊 什么七个脚啊 我们觉得很陌生 但是其实在第一世纪的人 他们不会 他们很熟悉的 因为启示录 它就属于一种 更广法的传递的 这样子的题材 称之为天启神学 天启文学 这个等下之后 会跟大家来谈 那接下来的第五个 这个就是一个 相当重要的一个主题 就是上帝的显现 我们是怎样子去看 这个上帝的显现的 上帝的显现 它是启示录当中 非常重要的一个主题 启示录以异象的形式 来陈述他关注的事情 我们可以讲 所有这些异象主题的中心 是一个关于上帝 他自己的异象 在启示录四章一到十一节当中 我们看到 上帝坐在宝座上面 这宝座的周围有什么 有属天的长老 还有火物围绕在那里 当耶稣基督在启示录 一章十二到十六节出现的时候 他就是讲上帝的显现 上帝的显现 在这世代结束的时候 达到最高峰 也就是基督再来的时候 而这世代所有的事件 都是朝着一个方向前进的 就是基督再临的这个方向 启示录里面 它含有一种戏剧性的动力 它随着这一件伟大的事件 越来越靠近我们 而逐渐加强 其实上帝的显现 是广发的主导了 整个启示录里面的全部的内容 重要的就是 我们不要为了明白 预言的细节是什么 我们就略过了 有提到上帝的显现这样子的叙述 所以我们要知道重点 重点就在于 这位上帝是谁 而其他的细节呢 是从上帝是谁 这个问题里面 所延伸出来的种种的后果 种种的结果 当我们看完 启示录它的主要部分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看见 上帝的显现 它是在整本书的核心 上帝透过基督 它在启示录第一章 第十二到十六节这边 它就有透过上帝的显现 透过基督的显现 来出现 好 基督是在第二到第三章里面 向七间教会宣布信息的那一位 而且此外呢 每一则信息 它的起头都提及了第一章当中 就是第一章当中 这个所启示的基督的象征 除了最后两则以外 所有的信息都提到 一章十二到二十节当中的 这个异象的某些特征 比如说 在给以弗所教会的信息当中 耶稣基督 他在二章一节里面就有提到 他讲 那右手拿着七星 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说 那基督在这里提到 一章十六节的七星 以及一章十二节的这个金灯台 最后两则再给飞拉铁飞 还有老底加教会的信息 跟第一章的关系比较不明显 但是三章七节里面的 这个大卫的钥匙呢 类似于一章十八节里面 所讲的这个阴间的钥匙 而三章十七节里面 也有提到三章十七节 三章十四节里面 有提到这个为诚实 为诚信真实见证的 也对应在一章五节里面 那诚实做见证的 接下来我们看到在第四章 第四章第一节到五章十四节 这边我们也可以看到一点 这里我们看到 这个上帝的意象 是一个关键性的开展 从这里他就展开了 整本书的情节 然后我们就看到了七个循环的审判 而每一个循环呢 都倒向了耶稣基督的再临 每一个循环都包含了揭开七印 就是在六章一节到八章一节 而这些印呢 是属于五章一节 所出现的这个天上的书卷 五章六节 所出现的这个羔羊呢 就是揭开这个七印的那一位 因此在六章一节到八章一节的情节 是由羔羊 以及那被那本分言的这个书卷所主导的 也就是审判是从神的面前所发出的 接下来我们也会继续来看到 在这个八章二节里面 他又提到这个七支号统形成的一个循环 这个循环呢 是由站在神面前的七位天使所启动的 因此他要 我们这里看到什么神的显现呢 就是这些审判是从神的面前所发出来的 在十二章一节到十四章二十节里面 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个象征性的历史循环 它的焦点就在于那个爆牌的三位一体 大龙 兽 还有假先知 这三位假冒三一神的作为啊 他们需要依赖上帝而存在 他们的出现就是假冒神的显现 所以你看到又有一个神的显现 接下来我们就要继续看到下一个 就是在第十五章一节到十六章二十一节这里 我们看到七个今晚的循环 是从神的圣殿里面发出来的 这里就看到上帝的显现 因为十五章八节就讲 神的荣耀和能力殿中充满了烟 这里是一个神同在的记号 接下来 启示录十七章一节到十九章十节 它进入下一个循环 它循环的焦点集中在巴比伦 这巴比伦假冒 前面所讲的这个心腹 心腹是反映神的 神在显现中的荣耀 而巴比伦呢 它是这一个显现的反冒品 所以从前面到这里为止 你不断的看到 在每一个部分当中都有神的显现 神的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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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接下来的十九章十一到二十一节 又有神的显现 就是有关于那个骑马者的循环 它提的是基督的显现 或者这个属神的战士的显现 二十章一到十五节的焦点 就在于上帝他同管的这样的场景 那这个当然也包括了神的显现 二十一章一节到二十二章五节的新耶路撒冷的显现呢 它的中心就在于神和高雅的宝座 敬拜者要看到什么 看到神的灭 又是神的显现 因此呢 上帝的显现呢 它其实就在扮演这一个源头 它延伸出一章十二节到二十二章五节里面的这些意象的内容 而这一切的意象的内容 它可以被看作是一个庞大复合式的这种的 这个神的显现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第六个主题 第六个主题就是 属灵的争战 为了要显明各种正在运行的这种属灵的事例呢 启示录在解释这个历史 历史的时候都穿透了事件的表层 上帝以及他的仆人对抗撒旦还有撒旦的随从 人在这种征战当中 人对上帝或者对撒旦的效忠 以及人生命的最终的结局 都共同建构了历史的意义 所以我们生活在这个地上 我们是存在着这样子的意义的 所以我们要借着使用这种属灵的视角来看 启示录没有完全丢弃人的责任 没有丢弃人类行为的意义 他反而将这两种因素 放在一个宇宙性的 一个有神的处击当中来看 因此启示录他提供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 来防备所谓的世俗主义 而且他也借着向我们显示现今所处的这样子的危险的进化 让我们有能力去防备假宗教 这个假宗教 它可能是明显的非基督教的形式 比如讲就是印度教 伊斯兰教 这种跟基督教有很明显的区别 但是他也有可能是真基督教的败坏的形式 比如讲带进来这种自由派主义 律法主义 现代主义 或者这些异端 等等 接下来一个主题是什么 接下来一个主题就是两极的对立 从这个两极的对立 其实它包含了几点 包含了三个 第一个圣洁与败坏 第二个美丽与丑陋 第三个真实与欺骗 属灵征战的焦点就是 让我们警觉到良善与邪恶的两极对立 对于在道德与宗教上愚昧无知的人 他们没有办法分得清楚的 那没有错啦 人因为他常常是走在一个道德的灰色地带 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 人很难在单一的态度或者行动中 清楚地看见良善与邪恶的动机 纠缠在一起的这种复杂性 而启示录却承认 人现有的处境 经常是让人感到困惑 经常是让人感到混乱的 但是这些并不是我们的借口 这些不许我们沦落到一种 道德自满的这样的状态 它是要激发我们以一个装衣的心 来效忠神 效忠这位羔羊 因此呢 纯洁与败坏 美丽与丑陋 真实与欺骗 它形成了这样的强烈的对比 就贯穿了整本歧视录 上帝的道路跟撒旦的道路 是完全不同的 它触及生命的每一个层面 无论这个层面是关乎 纯洁专一的心 关乎道德行为 关乎美丽丑陋 关乎认知都有 接下来谈的第八个主题 就是回到见证与殉道 见证的主题 它观察了整本的启示录 约翰将反自己所看见的都证明出来 他有耶稣基督的见证 耶稣是那诚实做见证的 他的见证有特别超越了这样子的意义 启示录关注基督徒 因着他们的信仰而受逼迫 如果他们忠心的坚守自己的见证 他们甚至可能被处死 而耶稣基督因为坚持忠于神 他被杀害 基督徒也可能面临相同的命运的 如果是这样的话 启示录给我们一个安慰 让我们知道 这些基督徒 我们可以在基督胜过死亡上有份 所以启示录可以说 是一卷呼召人致死忠心的 这样子的一本书 最后一个主题 就是奖赏与惩罚 对耶稣基督的忠心是有意义的 即使他是需要付上代价 启示录指向一个现实 一个事实 就是上帝是有至高主权 而且是公义的 他惩罚那些悖逆的人 他奖赏那些忠心跟随他的人 这个奖赏和惩罚 包括了历史当中的审判 也就是在基督来临之前的这些预备性的审判 还有基督来临的时候的最后的审判 虽然圣徒在世人的眼中 可能是卑微的一群 可能是软弱的一群 但是上帝要在他时候满足的时候 为我们来审员 最后要跟大家谈一谈 什么是天启文学 那Leon Morris他就在整理出天启文学的几个主要的特点 七个 第一个就是上帝奥秘事情的启示 天启文学是上帝奥秘之事的启示 是人的知识难以理解的 是有关大自然关于天上历史还有末了的奥秘 第二个 天启文学常常是以笔名来写这个著作的 第三个 它重写历史使之成为预言 第四个 历史的决定论终结于宇宙性的灾难 而这一个灾难将会建立起上帝的统治 而第五个 就是他有提到恶元论 就是善恶相争 第六个 对于上帝在现今世代所施行拯救性的统治 感到悲狂 第七个 这个天启文学呢 它常常会有这些很奇怪很广想的象征 来表达历史的动向或者事件 那这个它其实并不是一个完整的或者绝对的这样子的标准 因为启示录它有当中部分的特点 但是它不是全部 而且它有一些特点它也是有修改的 那我们就看下启示录是怎样子跟这个天启文学相关 但是又不完全相似的 首先启示录它的确提到了 提供给我们上帝奥秘之士的启示 但是如果你深入的分析 你就看到启示录的内容很少是全新的 它是以重复的象征的形式来传达新约圣经最后一部分的信息 所以其实对基督徒来讲 他所启示的奥秘几乎是可以理解的 第二个 使用笔名 那其实这一本启示录它没有使用笔名 它单纯就是约翰的著作 它不是以笔名发表的著作 也不是冒称别人所领受的这样子的启示 第三个 启示录它并不是转述历史成为预言 它是展望未来 第四点 启示录它的确呈现出某种的决定论 就是上帝它掌管 它控制整个历史的走向 此外呢 历史的结局就是灾难和低天和地的更新 但是启示录它有微妙的差异 在启示录当中 上帝的决定不是宿命论 基督徒从来相信都不是宿命论 但是在这一段时期当中 基督徒的顺服非常的重要 那这一点不同于其他的天气文学 第五点 有没有恶元论呢 有没有善恶恶元论呢 有 但是这一个并不是僵化的宿命论 而是借着悔改 人可以从邪恶 从死亡 过渡到良善 过渡到生命当中 第六点 对上帝在现今施行拯救性统治的感到悲观的想法 在启示录当中是不存在的 虽然这个属灵的征战非常的剧烈 但是胜利不仅属于未来 甚至也属于现在 为什么呢 因为羔羊已经得胜了 第七点 里面也是有很多这些怪异 狂想的这样的象征性的描述 虽然对现代人来讲 这些象征可能看起来很奇怪 但是对于当时约翰的读者来讲 他们不会这样子觉得 启示录的内容很少是全新的 相反呢 它结合并且重整在圣经早期著作出现过的 这样子的象征的内容 偶尔也会采用圣经以外的文献的常见的象征 所以启示录的独特性大多是出于一个很重要的重点 就是什么 就是启示录它其实是一个以基督为中心的意象 耶稣基督是来到上帝面前的这个道路 它是上帝对历史计划的宗保 因为它的见证是真的 因为它是真理的化身 所以启示录并不以笔名来发表 好像它是一个虚构的故事那样子 或者它需要去重写历史 不需要 基督教的启示是要公开让人明白 所以不适合过分专注在奥秘东西 或者新奇怪异的象征这里 启示录它包含决定论与二元论 是由于耶稣基督的死而复活 开启了一个救恩的时代 福音要被传到万国 而且邀请各地的人都接受上帝的拯救 而不是留在上帝的愤怒之下 因此呢 当我们对于启示录跟其他的天启文学 做比较的时候 我们不要期望讲 两者会很相似 我们主要是学到一点 就是当约翰在写启示录的时候 人们流行使用这样子的象征性的描述 所以你看到这些启示录里面怪异的东西 对我们来讲很怪异 但是对他们来讲 他们一点都不觉得怪异 他们觉得是很正常的 就好像我们今天讲什么叫做韭菜 我们讲割韭菜 我们马上就懂了 但是如果你不明白这种 什么叫割韭菜 什么叫韭菜的话 你就会想就是我们吃那个韭菜 因为你不在这个状况当中 你不在这样子的 他的context当中 所以同样的 对于约翰来讲 他那个时候 他很清楚 他的会中很清楚 他一讲的是什么 约翰那个时代的人 他凭直觉就可以了解 这个道理了 因此他们认出 约翰是以天启文学的风格 来撰写的 他们已经相当熟悉 这种风格 就好像我们今天了解 现今的政治漫画那样子 所以今天我们关于 启示录的核心主题 我们就讲到这里 启示录的核心主题 不是世界末日 不是要告诉我们 末日是哪一天来临 末日是几时来临 启示录的核心主题 是要告诉我们 上帝同管历史 上帝要使历史 在耶稣基督里面得以完满 所以今天我就讲到这里 如果你觉得视频不错的话 你可以点赞分享 如果你还没订阅的话 欢迎点击订阅 并且打开小铃铛 我们就下期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